金刚圣是什么呢? 以烦恼为用 看穿了烦恼 大圆满法里面就是叫你 你要看穿那烦恼也是空性 我们写那个达摩祖师 师尊写达摩祖师 有人来讲跟师尊讲 师尊我有很多的烦恼 好啊 你有很多的烦恼 拿出来给师尊看 但是烦恼怎么拿出来给师尊看 拿不出来吗 拿不出来 好了 你既然拿不出来 烦恼已经解除了 再拿 他要走了 不要忘了红包 我给你解除烦恼 烦恼本来就是空性 以烦恼为用 就是金刚圣 就是大圆满的方法 以烦恼为用 烦恼怎么用 烦恼你要认清了烦恼 你认清了烦恼是本身是空性 并没有实质的实质的实质 没有实质的实质 没有实质的实质的烦恼 全部给他解除掉 解除掉 不用烦恼 因为烦恼也没有用 该受的实质 该受的还是要受 放生放受 本来就是空性 所以你大圆满法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说 你认清烦恼也是空性 空性才是他烦恼的本质 你认清了以后 你也就不会有烦恼 因为不会有烦恼 就是以烦恼为用 以烦恼为用 这一种第三种 叫做金刚圣大圆满法 解除烦恼的方法 你不用说烦恼把它断掉 也不用给它转化 你直接把烦恼看清楚 它本来也就是空性 一直到颜色到 你的整个人生 刚刚廖大使本身来讲起来 它能够放出宝蓝色的光 显现出来 表示它有悟尽 它已经有悟到了 那一种境界 几乎等于是深空 口空 意念空那种境界 才可以看到光 而且看到光的时候 身心都非常的愉悦 都是非常的快乐的 这一种力量 这一种产生出来的力量 延伸到 你可以看破了种种的烦恼 而不再烦恼 你看透烦恼 你就是以烦恼为用 这个口诀 这是第三个大言蛮的 很重要的 解除这三个 烦恼的三种方法 你愿意用哪一种 都可以的 这三种方法 都可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